老師 夢蕾 各位開學師幹部 大家學員晚上好 很開心又能夠來花蓮跟大家結善員 其實我每次拿到麥克風的時候啊 我會覺得很緊張 會一直過度換氣 然後我的家人就說 這時候你就心情加心臟 先挑一挑 其實我第二場生學很簡單 叫我講 我只會做 因為最簡單就是把手伸出去就好了 那在我個人 我是在大概三年多前 在台北市議會 我的朋友介紹 我就去上了六天的課 剛好跟夢蕾是同一期 那在上課的第一天 其實我就簡單想起 我就坐在那邊 開完學老師就說可以把手放在 只有開七六的時候 就可以放在你正在不舒服的時候的地方 那時候我就放在我腰的地方 然後第一堂課兩個小時 下課竟然我的腰筒真的緩解了 所以我就更有信心 第二天到第五六天我就幫他完成了 那我本身的職業是在長照2.0 我是居家服務員 在特里斯利聯合醫院服務 本來在病房 然後後來離開之後 又回來長照這個領域 然後在我做照顧服務員 又結合長生學的時候 我就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先跟人分享我自己 一開始我學長生學的時候啊 我腰痛 然後手中習關節 還有我在18、19歲的時候 我的左膝十隻刃蛋 開刀有開三次刀 因為車禍的關係 那一到長生學我都是機會 就有時間去幫自己調整 去調整站 然後還有那個 所以在這幾年來中 當中我的手肘的那個疼痛啊 我的心關節啊 就還有我在每年的遠公皮檢 1505年的遠公皮檢 我有脊椎測完 那目前就沒有了 所以我學長這學三年 長高了0.5公分 其實應該不是長高啦 就是我原本脊椎壓迫 一方遠開 對 那我先分享我一個個案 一個阿嬤96歲 有次我當她家服務的時候啊 欸 她好像怪怪的 就是叫我沒有懷疑在客廳 然後欸 就是意識形態不正常 那我那時候就兩個幫她量血壓 就壓麥袋綁上去了 量了三次量不到血壓 她冷不救生命這一下有問題 請教人先打119 然後我就會用什麼方式呢 這時候你們遇到的時候怎麼辦 長期的女孩呢 一手放在7號 一手放在心臟 就長生學的急救 這時候就派人用在 但是第一個關節 我們先叫救護車對不對 好 然後這樣壓麥袋綁著 繼續做了五分鐘之後 兩道數字 我為什麼沒有幫她做CPR 是因為 我用我的那個血氧器幫她量 她的脈搏微弱 48一直往下降 但壓不到血壓 所以沒有做CPR 我就叫救護車 然後坐成一聲圓等待急救 那在5到10分鐘之後 就有慢慢的數字出來了 然後救護員到的時候 大概是血壓是80幾over 就是高等只有80幾 那我們就送到附近的醫院 然後到醫院之後 診斷出來心肌梗塞 阿嬤90幾歲有看到 那時候還沒有疫情 所以我們有去加護病房幫她調整 她一個禮拜回家之後 這個屬西部啊 這邊全部都是大片的偶親 那以前剛學長生學的時候 阿嬤在打瞌睡 我就會把手偷偷放在她的頭上 她都會剝掉 然後那一次經過那一次 她回來之後啊 她睡著了 我坐在她旁邊她就把我手 自己拉在她的心臟上面 對很趕快 有這個機緣 阿嬤就是這樣 你知道她的眼神 她的生命 但有一次在台北市一會下課 之後接到家屬的電話過了兩年多之後 阿嬤已經就是安以停點 就那天畢業了 就是她就等回去了 那因為我們學了高級班 可以幫她們做我那個 往生就是整個的調整跟祝福 所以我下課之後回到家 接到電話 我就去給她把她調整 這高級班會教 這個是急救的部分 急救真的很好用喔 像我們冬天的時候不是為 有所謂去泡溫泉 有一次在去泡溫泉的時候也是 遇到一個人她泡完之後 她就是好像頭昏眼花 她說她眼睛一片黑 然後一直冒汗 然後就是好像快要昏厥過去了 一樣也是吸氣加心臟 可是那個當下也叫她要補充水分 後來就慢慢的比較穩定 然後眼睛比較清晰 所以在長生旋機就是很好用的 那還有動物的調整 有一次在路上聽到人家 一隻狗被撞了 他說好像是鄰居的狗 所以他跟鄰居說 你們家狗好像在那上面被撞了 就去看 真的是倒破在學破當中 眼眼已經沒有幾乎快要沒有那個 呼吸心跳 我是不是瘦咪 但是我覺得他都完全沒反應 所以警察來了 把那個道路稍微暫時封閉 然後我們要把他移開到路邊 那時候不管 反正人跟狗 反正生命都一樣 所以去也是一手放在狗的頭 一手放在他的心臟的位置 就閉著眼睛幫他調 反正我們是安全的 因為有交通指揮 然後就傾向性幫他調整 那等他們把指向打來 要把動物移到路邊的時候啊 他就那隻狗突然站起來了 都往山下衝 然後我一不曉得他後續怎麼樣 不過在我再次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去說活得好好的 跟他組合在那邊 就跟著他的車子會追 所以我覺得不管每個當下我遇到的時候 我就會伸出我的手 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就跟他結這個扇緣 那我還有一個個案 就是我陪他外出的時候 阿姨去洗頭 他平常有氣喘跟那個乾硬化的部分 那其實在這三年多 有上班去到他家的時候 我有空檔就會幫他調整 所以相對他的氣喘是穩定的 可是有一次好像是休胎多天 沒有見到他 他就住院了 住院一個多月 我們一個人回來之後 他陪他去洗頭 他的氣喘突然發作了 手邊沒有藥物 所以我就一隻手一次洗肌 行掌 然後稍微穩定一點的 稍微我們去打一杯溫排水 繼續挑 所以那次也安全的過關了 所以我覺得每當有事情發生 有狀況的時候 我很感謝長生學員 感謝我這隻手 然後可以這樣來照顧自己 跟照顧我身旁的人 然後其實見證很多 因為機會來了就會把手伸出去 我看一下我還有什麼可以比較具體 其實你們這幾天 前幾天在那個 有看到那個見證書上面 把愛生病在第六本見證書 就是高級班的學員 寫的心得報告 然後就是很 就是很不錯的 就會把它收入在見證書裡面 然後那個是葵花寶典 因為他每個症狀 他有分類 然後下面還要告訴你整個條 所以如果你們拿到本書的話 好好收藏 對 嗯 這是關於寵物 少跟我一下 我坐我車來花蓮的時候 有一次忘記戴外套 很冷 車上的車廂很冷 如果你們這時候學會長生學員 你們會腦袋或什麼想法 如果很冷忘記戴外套 我 我的方式是靜坐 嘿 我就 靜坐在車上靜坐 那你的氣血循環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沒這麼冷 對 我自己其實改善很多 我之前啊 剛學長生學的時候 他完全回去 我半天會睡到驚醒 覺得胸悶 吸不到氣 很可怕的感覺 這時候我就起來靜坐 會度過 我很感謝長生學 因為我這次我奶奶她 她往生之後 我有幫她做完成調整 就是在典禮開始之前 我們就要早早回場 那奶奶已經在後 大體在後面 Stand by 我就有個空檔 我就很盡心的一次 幫她做調整 後來你知道嗎 就是家屬 進去沾漾移動的時候 奶奶竟然 欸 反正 也有流眼淚 我不曉得為什麼 這是我自己遇到的現象 嘿 我也無法用科學來解釋 那我之前以前半夜 會起來上廁所 上三到四次 不誇張 我的心臟可能不太好 有一次 上完初中級班 就三四個月後之後 我的心臟有一天很痛 那很痛的時候 我一次要放在我自己的手 就放在心臟上面 然後吸氣加心臟 會比較緩和 可是有一天晚上 我放上去的時候更痛 更痛 放上去能量增強的時候 好像更痛 那我很感激那個疼痛 我知道這個能量下來 所以我最痛的時候 就是最感謝 我在好轉反應 如果下禮拜還是一樣 這樣去看醫生 但是那是週末 我沒有去掛急診 那個最痛的過去之後 就慢慢緩解 那好轉反應 可能會一波一波 那個長身群的急救 割傷或燙傷超好用的 我們有時候會切割 或不小心燙到 切到手的時候 也是用手指把它包起來 還補 然後這時候 有時候你能量下來的時候 你的傷口燙傷或割傷的時候 會更疼痛 那時候 立馬受傷立馬挑是最有效的 更疼痛之後 它會緩下來 過兩天你會發現 欸你忘記 前兩天又割傷 甚至看不到拔痕 這就是長身群人 有神奇的地方 我覺得機會來了 我就會把手伸出去 希望鼓勵大家一件事 然後把愛傳出去 然後能夠遇見更好的自己 謝謝 這時候今天分享